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困 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 有一次他到一家电器厂去谋一个职位 他向一位人事主管说明了他的来意 请求一个最低下的工作在他们公司里 这位负责人看了他衣服穿得很肮脏 人又瘦又小觉得很不理想 但又不好意思直说 就找了一个理由说 你等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 这原本是个托词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这个年轻人居然真的来了 那位负责人又推说 我现在很忙 你过几天再来吧 没想到过了几天 这个人又来了 如此的反复几次 这位负责人干脆就说出了真正的理由 你这样脏兮兮的 你衣冠不整 是进不了我们的工厂的 这个人回去借了一点钱 买了一件整齐的衣服穿上去 他又回来了 这个人事主管一看 实在没有办法就告诉他 我们工厂是搞电器的 关于电器方面的知识呢 你根本知道的太少了 所以我们不能要你啊 两个月之后 这位求职者再次的来到了这家企业 对人事主管说 我已经学了很多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 你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 我一向一向的来弥补 这位人事主管听了看了他半天就说 哎 我干这一行干了几十年 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来找工作的 我真佩服你的耐心和任性 结果终于答应他进了那家工厂去工作 你们知道这位求职者是谁吗 就是很后来成为日本松下 索尼电器公司的总裁松下新支柱 松下新支柱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 被人称为经营之神 他的事业部终身雇佣制和年终奖系列 等日本著名的企业管理制度 全部都是由他首创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有耐心 要有毅力 就像我们学博一样 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 才能勇往直前共登彼岸 我们不可能要求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我们一样 有相同的水平 不能因为我们的善良的心 不被别人重视 我们就自己去放弃它 当你不被别人认可 遇到挫折的时候 记住了 我们要有任性 我们要学会忍辱 佛法讲 忍辱才能精进 而有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 经常把别人对他的好 犹如把玉石当作石头一样 不当回事 没有把别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好 作为一种珍惜的 爱戴的一种感情 对这种人 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的笑一笑 宽恕他们 让你自己也超越了别人对你的伤害 得到解脱 很多人以为自己拥有很多不动产的房子 可以保子子孙孙 想一想 天天地震 天天水灾 澳洲飞机场附近的好几座大厦 横梁倒塌 房子下线 现在连不动产都开始动了 人间就是无常 没有一件事情 可以永久地保持着 所以做人要知足常乐 学佛就是要提高智慧 知足你会得到拥有 要想拥有的人 就必须要知足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